你好,欢迎收看9月9号大花莲地方新闻,我是李慧 9号下午接近2点的时候 花莲地区包括了秀林新城花莲市吉安乡、寿风乡 还有凤林镇等地方突然大停电 造成总共有14万户停电10到30分钟 台电表示说因为特高压系统故障已经陆续复电了 而事故原因还要来调查 9号下午将近2点的时候 花莲中北区包括了秀林新城花莲市吉安乡、寿风乡和凤林镇等地方 突然大停电,造成交通耗市停摆 经花莲县消防局统计总共有4件民众受困电厅的灾情 目前都已经脱困了 而这起全区停电事件也让民众感到相当的不方便 所以有影响到生意吗? 大人啊,我没有电,我怎么做啊? 我会觉得没有办法营业很困扰 台电花莲营业处副处长邱云翔表示 停电范围从凤林镇到秀林的和平 总共有14万户还有8户的特高用户停电 因为之前有发生打雷一直有民众在船 是不是这个原因? 那这个只是一个拆车的原因 那确实原因我还是要等那个花冬供电处来回报 经花冬供电处查修 下午2点06分已经陆续恢复了一般用户供电 而东华大学台尼台北等特高用户 则是在停电大约半个小时之后恢复供电 而至于跳电的原因则还有待调查 这里会欢迎视报道